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好 已经进来了 好 我想一下 大家好 能听见老师的声音吗 可以 好 那老师共享的这个PPT的画面能不能看得清楚 看得见吗 能看见 好的 所以 好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也是来一起学习三字经 好 好 那上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学习了什么 我们学习了三字经的 前面的六句话 对不对 老师看到了大家 发给老师的作业 完成的都非常棒 嗯 发音很正确 然后也很流利 希望大家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也这样一直努力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节课我们学过的内容 拿出我们的双手 和老师一起 一起拍手 一起说一说我们学过的内容 好吗 来 准备 开始 嗯 嗯 好 嗯 我们为 为什么听不见 大家的声音呢 大家可以把 麦克风打开 和老师一起读一遍吗 好 好 我们这次 加上我们学过的动作 来一起 好 准备 开始 回读 远期 真 集团 清 深 楊 湯 巷 之 温 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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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雉 深 对,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西孟姆,泽灵,楚,那子不学,段姬,柱。 好,我们复习过了之后,这是我们上节课学过的一边唱,一边做动作,我们来跟着音乐来一遍。 来,准备,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 我做成这个作业。 人之初,听,而听过的声音,听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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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我听过这个,我还听过这个,听不到,那你会唱吗? 我说这个,我学过这个。 嗯,那你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一边唱,一边做动作吗? 人之初,定本善。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六个。 是什么? 是人之初,信本善。 狗不叫。 人之初 性本善 人之初 本善 什么 性相近 性相近 性相远 狗掉 心乃迁 交之道 归系尊 真棒 非常好 我学过的 你真棒 我用作业的 老师看到了 非常好 珊珊 你也想给大家表演一下吗 好 打算一点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性相远 狗不叫 并乃迁 教授的 为一专 戏梦母 则灵处 纸布学 传记住 非常棒 好 乐山 我要给我拍下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习 习乡远 狗不叫 心乃迁 叫之道 跪以抓 然后 然后 就不知道 我忘学了 好 非常棒 我们上节课还学了一句 对不对 是孟母三千的故事 那三字经事中是说 西孟母 则灵处 子不学 断基柱 那老师想考考大家 大家还记得 基柱是什么吗 基柱是什么 缝布的机器 对 非常棒 说对了 基柱就是用来 织布的机器 织布机 织布机 对了 织布机 对 好 老师看到大家 学得非常好 老师非常开心 那今天呢 我们俩一起学习 新的内容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准备 开始 道烟山 有一方 有一方 交无子 明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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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读一读 好 准备 抓住老师 抓住老师 抓住老师我们来一起 豆烟山 豆酒一邦 焦 焦无子 灵气阳 老不教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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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一个字 就非常难认 对不对 和老师一起看看 它是一个什么字 这个字叫豆 我们看上面的这里 大家认识它是什么偏旁吗 这个偏旁叫做 学字头 学字头 看到这个学 大家可以想到动学 对不对 所以豆它的本意 有小口或者动的意思 在这里豆指的是一个姓 它是中国汉族的一种姓氏 姓豆的人 大多分布在河南省和河北省 那豆姓 在我们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名的是第249位 那姓豆的人 大约有45万7千余人 那小朋友们的身边 有没有姓豆的朋友 或者家长呢 在生活中可以多注意一下 没有 没有 因为这个姓氏是挺少见的 大家看它在姓氏的排行榜里 在249位 在249位呢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字 大家记得这个字读什么吗 它读什么 烟 它是多音字吗 它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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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多音字吗 对 它是一个多音字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来看烟 也可以读作燕 小燕子 对不对 我们来看 它其实是一个像形字 那最一开始 甲骨文的时候 大家看和小燕子的形象 是不是特别像 这是小燕子的脑袋 小燕子的嘴巴 还有它的翅膀 和它的尾巴 和燕子的形象非常像 那在甲骨文之后 就是经文的阶段 这个时候 其实它的字形 是不是变得很复杂了 我们再来看 经文之后是什么呢 小传 大家看这个汉字的字形 和我们现在燕子的燕 有一点像 对不对 有一点像了 那老师考考大家 小传之后的字体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我们现在写的字 是现在写的字 老师 这里给出大家的是 这里打错了 应该是隶书 那隶书和现在的这个字体 是不是也很像 只不过这里的横要长一点 那在隶书之后 才是我们说的凯书 和现在写的现形汉字 是一样的 那这里就是燕 它一开始和燕子的形象 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叫做 像形字 好 下面老师想请大家 拿出纸和笔 来和老师一起学一学 燕子的燕 怎么写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了 好 来 第一笔 我们写一个横 然后写一个 短一点的竖 下面的一笔 是它旁边的 树 最后 把这两个树连接起来 用一个短横 连接起来 这样燕子的燕 的上半部分 我们写好了 接下来我们写 燕子的燕的中间部分 首先我们 在这个下面 写一个 小一点的口 那在口的左边 我们写短数 一个短横 再是短题 那右边呢 我们先写一个 你就直接跟着老师 不要再老师 就这样 然后我们写 树 弯 钩 哦 OK 这样燕子的中间部分 我们也写好了 最后我们写底下的四个点 和小燕子的尾巴是一样的 先写一个 稍微 这个点要往左边稍微写一下 剩下的三个我们是往右面写的 好 一个 两个 最后一个稍微长一点 老师玩 我写完了 我写完了 嗯 写完了 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吗 嗯 老师看到了 非常棒 国宣国阵 还有新阳的 老师也看见了 嗯 很好 非常棒 嗯 海伦的也看到了 给坤的 非常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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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了 很好 写得非常工程 可以掉 相信的也看到了 嗯 嗯 好 杉杉的 和硕同学的 嗯 嗯 大家写得都很好 嗯 好 那杉杉的 老师看到了 嗯 一个是不是 他脖子有没有一个 好 一个水狗 一路完工 老师一起 我们再来写一次好不好 我们看看谁写的 又快又好 一起的 一起的看到了 好 好 我们再来一次 写一写面 这个憨字 好 准备 开始 我们先来写 上半部分 好 之后中间的一个小小的 口字 我们在写 我们在写口字左右两边的时候 也是要离它 离这个口字 稍微近一点 这样我们写出来的字 才好看 我写完了 哦 真棒 嗯 写得非常好 最早就写完了 写完了 写完了 还写了两边 写完了 写完了 要快 写好 我也写好了 嗯 嗯 老师看到了 新阳的 看了 手 嗯 气寒的也看到了 嗯 好 那老师把这个字写完 大家写的比老师还要快 嗯 真好 我们把口字左边的部分写完 然后是 数万勾 下面是四个点儿 对不对 嗯 老师也写好了 大家看看老师写的怎么样 不用 不用 好棒 好棒 嗯 我们写的都好棒 老师你写的好棒 谢谢 瑞坤写的也很棒 我写完了 我写完了第三个 哦 第三个都写好了 真好 嗯 好非常棒 我们来看一下 说燕子是象形字 那大家可以把你写的燕这个汉字 再画成小燕子的形状吗 可以画成小燕子的形状吗 你可以吗 对 就是把燕这个汉字 在燕的这个基础上 再把它还原成小燕子的形象 看上面的这里 是小燕子的头部 就是它的脑袋 然后口就是它的身体 那口左右的两半部分 就是燕子的翅膀 翅膀 燕子飞起来需要它的翅膀 那后面的四个点 就像它的尾巴一样 我写完了 写完了 看那个燕子吗 看见了 嗯 好 国宣国阵 写的非常像我们甲骨文的燕 很好 特别棒 还有哪位小朋友写完了 画完了 我也画完了 看错 你画了一只小燕子 非常可爱 那有没有同学 可以根据燕这个汉字 像老师这样 上面是它的脑袋和嘴巴 那口是它的身体 左右两边部分是它的翅膀 那尾巴四个点是它的什么尾巴 对不对 像不像一只小燕子 还有画好的小朋友吗 好 老师希望大家在课下呢 可以看看写一写这个燕子 然后根据这个燕子 燕子来画一画 我们刚才说到燕是一个 哎呀 燕是一个多音字 那它有两种读音 一个是我们说叫燕 是我们认识的小燕子的形象 对吧 那还有一个读音是燕 那燕在这里是一个地名 是燕山 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幅燕山的画面 燕山的图画 那我们说的 窦燕山有一方 那窦燕山它原名叫做窦与君 那是五代后洲诗人 因为它的家住在燕山附近 所以大家才叫它窦燕山 哦 嗯 窦燕山有五个儿子 所以它要交五子 那五个儿子都很厉害 被窦燕山教导的非常棒 声名远扬 这就是三字经中 这就是三字经中 窦燕山有一方 那在这里 那在这里老师想请大家想一想 窦燕山 窦燕山教导的一方 会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窦燕山 为什么能把他的儿子教导的非常好呢 非常优秀呢 大家想得出来吗 可以和老师说一说吗 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谁想说一说 谁想说一说 嗯 嗯 我能不能猜一猜 可以 我猜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冬燕山是真跟那个孟母差不多 就是也也会看看就是环境对孩子 他们的孩子的影响 嗯 非常棒 说的特别好 对 他会也会看一看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看 窦燕山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了解的窦燕山 或许也就知道窦燕山教导的一方是什么了 我们也看看刚才小朋友说的是不是对的 窦燕山非常喜欢帮助别人 如果有特别贫困 无法生活的人 他就会寄钱给他们 那他自己在生活中却非常的节俭 丝毫都不肯浪费 那窦燕山他还建立了四十多间书院 买了几千卷书 找来优秀的学生 找来优秀的老师来教育学生 那对于没有钱的学生 他也会替这些学生交学费 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那看到这里 大家想一想 窦燕山为什么能交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那他自己的孩子也特别优秀呢 谁想说一说 可以打开麦克风 跟老师说一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 他的 念他的五个儿子书 他让他的五个儿子读书对吗 都有 好 那义侯你是举手来想发言吗 没有 你已经说了吗 你已经说了吗 没有 老师看 Jerry你是想说吗 因为他有爱心 他帮助别人 他有爱心 他帮助别人 非常好 还有谁想说一说 还有谁想说一说 可以打开麦克风 和老师交流一下 心悦 心悦 老师看到你举手了 想 可以说吗 好 心悦 心悦在吗 想可以说一说吗 好 好 那你再想一想 那金元你刚才是举手了吗 好 我们来看看 Jerry你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不想 不想 因为老师看到你举手了 老师以为你又想到了什么很好的想法 那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家说的对不对 柳燕山交子的一方会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像Jerry刚才说的 他喜欢帮助别人 所以他乐于助人 他教他的孩子也是要帮助别人 关心别人 第二点 刚才也有小朋友说到了 他多学习 多读书 那让自己的孩子也认真学习 第三点 邹燕山自己就很喜欢乐于助 就乐于助人 他也多学习多读书 那他也就成为了他孩子的榜样 那他五个孩子 时时刻刻都会向他们的父亲学习 所以才成为了优秀的人才 大家说的都非常好 那 那 斗燕山和他五个孩子的故事 也被叫做五子登科 那登科的意思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 合格了 我们考中进士了 那考中进士之后 就可以成为朝廷的官员 那在科举考试中 第一名我们叫做状元 第二名叫榜眼 第三名叫 汉花 刚才我们在写汉字的时候 同学们写的又快又好 大家都是小状元 好 那到现在五子登科成为了一种 祝福词 表示希望孩子也可以像斗鱼军 斗燕山家的五个孩子一样有成就 那根据五子登科的故事 也有很多衍生出来的艺术品 大家看这里老师展示出了一个玉雕 上面有五个孩子 这象征着五子 也是五子登科的意义 是不是非常好看呢 那旁边这幅呢 是一个同壁的样子 上面写了五子登科 那大家仔细看一看 那这里这个花纹 像不像一种动物 大家猜一猜 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呢 大家认识吗 蝙蝠 蝙蝠 对 那古代人 为什么把蝙蝠 刻在铜壁上呢 有知道的小朋友吗 好我们来看一看 蝙蝠 那它最后一个 福 是不是和我们 中国汉字中的 福气的福 幸福的福 发音是一样的 所以说古代人认为 蝙蝠也是一种福气的象征 所以在很多艺术品中 会有蝙蝠的形象存在 和我们现在印象中 蝙蝠有一些可怕的意思 是不太一样的 那根据五子登科的故事 还有剪纸和黏画 都是非常好的寓意 希望孩子可以有成就 可以成功 好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下一句 养不教 复之过 教不言 诗之舵 我能不能说 我能不能说第一句的意思 可以 你说一下第一句是什么意思 第一句就是 就是孩子那个学习不好 是那个父亲的错误 嗯 父亲的错误 其实我们说第一句是 如果只生养孩子 但不教育他 其实是父母双方的过失 不只是父亲的 也不仅仅是母亲的 请行说的非常对 非常好 那第二句 教不言 诗之舵 有哪个小朋友 想说一说 这句话的意思 嗯 你一个个小朋友 听得 听得 Fernández 听得 ご afú 第二句叫不言 诗之舵 那舵老师在这里解释的是懒舵 可以看作是失职的意思 这谁懒惰了 好 老师来教大家 第一句话 刚才我们说过了他的意思 那第二句的意思就是 只是教育 但不严格要求大家 是老师的失职 所以三字经 不仅仅适合孩子们来读 同样也可以和家长们 一起来读一读三字经 听到没有 这句就是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 那下一句我们来学习 子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老何为 这里 非是不是 疑的意思是 是合适的 是疑的 那这一句 有没有已经 知道意思的同学 可以说一说的 Jerry你是想 说一说这一句话吗 不是啊 因为老师看到你举手了 喜好 我忘了第一句的意思 但是我可不可以说第二句 你可以说第二句 好 那你 那你等一下老师 请你说第二句好吗 好 那第一句哈喽 你可以说吗 哦 那是墓长点的一个手的那个样子 哦 那就是 那就是 哈喽同学 你会说第一句的意思吗 你可以说一下吗 再看 我不学 非所疑 又不学 老何为 老何为 老师是问你的意思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 好 老师 老师看到你举手了 因为 以为你已经知道意思了 好 老师带着大家看看这句话的意思 子不学 非所疑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 如果孩子不学习 是不合适的 不适宜的 那 许豪 管之道 你可以 说一下 第二句的意思吗 就是那个 我知道 我知道 老人 就是那个 到老的时候你知道 小时候应该学习 那老的 你那时候知道也晚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 非常好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么多 我知道 我知道 长大时候 不知道 小的时候不学习 长大了就不知道 做什么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两句话的意思 小孩子不好好学习 是不合适的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不认真学习 那么等他到老的时候就很难有大成就 大家说的非常好 好 就是这吧 这里根据三字经中的这句话 老师想跟大家解释说一说 仲勇的故事 我们来看 古时候 有一家姓方的人家 有一年 他们家生了一个小男孩 取名字叫做仲勇 在仲勇五岁那年 他突然吵着 要纸和笔 那仲勇只能去邻居家 借来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 大家知道有哪四个吗 可以分享一下文房四宝 有哪些 我知道 你说一说 我是 笔 有笔 还有 还有 还有纸 还有 还有 墨 墨 墨 对 墨 墨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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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墨 耶 对了 纯房四宝 有笔 墨 紫 耶 嗯 非常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仲勇的故事 他有这个东西 嗯 好 那仲勇拿到纸和笔以后 马上就写下来了四句诗 这让家人们都非常的惊讶 他们的邻居不相信 跟着方父回家看 中勇当着邻居的面又写出了一句非常优美的诗 大家觉得中勇是不是非常聪明非常厉害呀 那 那 他的邻居们也都非常好奇 都需重用家里做客 看到中勇写的诗之后 纷纷夸他是天才 还有人夸钱来买重用的诗 好 我们安静 听老师讲故事好吗 好 那方父一看这样 可以挣很多的钱 所以他每天都带着仲勇出去卖诗 就是卖仲勇写的诗歌 但是 您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他却丰富说 仲勇是个聪明的孩子 应该让他上学 读书 学习知识 可 方父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现在挣钱 才是最重要的 请 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猜和后面的那一段 是不是就是重要 就是就不聪明了 嗯 对 你怎么猜到的 嗯 不是我猜的 我是听凯书讲故事 有讲这一段 哦 你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 哦 他学习不知道 我们超超的 不要告诉别的同学 不要给别的同学剧透 好吗 我们来接着看看 是不是像启航说的那样 仲勇最后变得不聪明了 写不出诗了 嗯 老师这里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那仲勇每天都跟着父亲出去挣钱 所以 但是他慢慢的写不出好的诗了 有的时候要想很久 才能写出一首诗 那等到仲勇长大了 但是再也没有人找他写诗了 同龄的孩子都在努力读书 这时候他们的学问都超过了仲勇 那错过了学习时间的仲勇 只能跟着父亲做农活 上山砍柴火 大家都非常可惜 天才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这就是仲勇的故事 那仲勇最后的结局 也和启航同学说的一样 他写不出诗了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那大家想一想 仲勇为什么变成普通人了 因为他们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 因为没有学习 就是没有那个头脑里 没有知识了 已经把头脑里的所有知识用完了 嗯 真棒 说得非常好 对 因为他把头脑里的知识都用完了 就再也写不出好的诗了 那如果你是仲勇 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嗯 很好 我想一想 继续学习 学习 嗯 认真读书 努力学习 阿启航 我觉得那个继续学习 如果爸爸是还说 那个现在得进钱 但是我应该说 我得先学习 我告诉你 如果我现在不学习 我长大了 我都把我脑子里的东西都用完了 我就写不出好诗了 嗯 然后这样他爸爸应该就会同意了吧 对 非常好 启航说得特别棒 好 那如果大家是重用的话 都要努力学习 和父亲说 要先学习知识 才能继续写出好的诗歌 那我们今天又学习了六记三字经 我们再来一起复习一下 好 和老师一起拿出我们的手 一边拍手 一边读一读 准备 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开始啦 大家说的非常好 我刚才累了 累了 好 我刚才累了 学习了这么多三字经的故事 和三字经的意思 老师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也可以读一读今天学过的六句话 最好可以把它背下来 并且和你身边的朋友们 分享一下斗烟山和仲勇的故事 好吗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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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老师 谢谢老师 再见老师 再见老师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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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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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 Dot rates 我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